生命纪第二章 以后我们照着耶和华吩咐我的 回转过来 沿着往红海的路启程到旷野去 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很多日子 耶和华对我说 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已经够了 现在要转向北去 你要吩咐人民说 你们的兄弟以嫂的子孙住在希尔 你们现在要经过他们的境界 他们必惧怕你们 所以你们要十分谨慎 不要与他们争执 他们的地连脚掌那么大的一块 我都不给你们 因为我已经把希尔山赐给以嫂做产业 你们要用银子向他们买食物吃 也要用银子向他们买水喝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对于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事 都已经赐福给你 他也知道你怎样走这大旷野 这四十年来 耶和华你们的神常与你同在 使你毫无缺乏 于是我们离开我们住在希尔的兄弟 以嫂的子孙继续前行 沿着亚拉巴的路 到了以拉他和以寻加别 然后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可敌视摩押人 也不可与他们争战 他们的地 我不赐给你做产业 因为我已经把亚尔赐给了 罗德的子孙做产业 以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 这族人人数众多 身体高大 像亚纳族人一样 这以米人像亚纳族人一样 也算为利法因人 但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 以前和利人也住在希尔 但以嫂的子孙占领了他们的产业 消灭了他们 住在他们那里 就像以色列在耶和华 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地上 所行的一样 现在你们要起来 过萨列西 于是我们过了萨列西 自从我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 直到过了萨列西的日子 共有三十八年 等到那世代的战士 都从营中灭绝为止 正像耶和华 向他们所起的事一样 耶和华的手攻击了他们 把他们从营中除灭 直到灭尽为止 所有战士都从民中死尽以后 耶和华就对我说 你今天要经过摩押的境界雅尔 你走进雅门人面前的时候 不可敌视他们 也不可与他们争执 雅门人的地 我不赐给你们做产业 因为我已经把那地 赐给了罗德的子孙做产业 那地也算为利法因人的地 以前利法因人住在那里 但雅门人称他们为散送民 这族人人数众多 身体高大 像雅纳族人一样 但耶和华从雅门人面前消灭了他们 雅门人就占领了他们的地业 住在那里 好像耶和华从前为住在 希尔的姨嫂的子孙所做的一样 就是把和利人从他们面前消灭 他们就占领了他们的地业 住在他们那里直到今日 还有雅卫人 原先住在加萨附近的各村庄里 有的从加肥托出来的加肥托人 把他们消灭了 住在他们那里 现在你要起来 出发 过雅难谷 看啊 我已经把亚摩利人西石本王西红 和他的土地 交在你的手里了 你要开始占领那地做产业 与他征战 就在今天 我要是天下万民听见你的消息 都惊慌惧怕 而且因你的缘故发抖疼痛 我从基底墨的旷野 派使者到西石本王西红那里去 用和平的话说 求你让我从你的地经过 我只走大道 不偏左 也不偏右 你可以按着价钱 把食物卖给我吃 也可以按着价钱 把水卖给我喝 只要让我不行过去就是了 好像住在西尔的一嫂子孙 和住在西尔的摩扬人带我一样 等我过约旦河 进到耶和华我们的神 赐给我们的地去 但是西石本王西红 不肯让我们从他那里经过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 使他的心意顽固 使他的心刚硬 我要把他交在你的手里 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对我说 看啊 我已经把西红和他的地交给你了 你可以占领他的地做产业 那时西红和他所有的人民都出来攻击我们 在雅杂与我们作战 耶和华我们的神把他交给了我们 我们就把他 他的儿子们和他所有的人民都击杀了 那时我们夺取了他所有的城义 把每一座城 连男带女 以及小孩子都全部毁灭 没有留下一个存活的 只留下我们略为己有的牲畜 和我们夺取城义所得的战利品 从雅难谷旁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 直到激烈 没有一座城太高 是我们不能攻下的 耶和华我们的神 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们了 只有雅门人的地 亚伯河一带的地方 和山地的城市 以及耶和华我们的神 吩咐我们不可去的地方 我们都没有走近 我们都没有走近